蔡英文追殺彭文正 註銷護照真的有夠狠 貪婪腐敗極權黑箱 黨國議體掌控媒體 蔡英文的獨裁列車正在加速的向前 將台灣帶向威權 離自由民主真的已經越來越遠了 彭文正因為質疑蔡英文的論文造假 所以遭到通緝流亡海外 假博士告真博士還不稀奇 蔡英文再下重手 直接註銷彭文正的護照 將他打成沒有護照的難民 而台獨大老林桌水呢 很不解的問說 論文門有必要演變到通緝彭文正 在追加刀註銷護照嗎? 蔡英文到底在怕什麼 要如此對彭文正千刀萬里的追 看暗近期的論文事件 除了林志堅、劉建國這些執政權貴之外 遭到指控論文有問題的在野者 無不盡全力的提供資料 要面對質疑 捍衛自己的清白 但就算蔡英文的深短論文資料 不是由他核定為絕對的機密 他也應該要為自己解密 以朝公信 套於基林環強教授提醒蔡英文的話 權力是一時的 良心是永遠的 邪惡的歸宿不是權柄 而是暗黑的萬丈深淵 今日追殺彭文正 明日下架蔡英文 正義不孤單 彭文正教授加油